這個我們介紹的是那個康姆森的原子模型 好 那康姆森呢 其實他講的原子模型講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電子模型才對 因為康姆森其實發現是那個電子 所以在那個1897年的時候 康姆森就發現了電子 那翻電子就好玩了 因為之前道通不是說原子是只有單位嗎 結果發現那個康姆森發現說沒有 原子下面裡面還有東西 他發現了什麼東西啊 裡面還有電子 然後呢他怎麼知道的呢 他說 他去做個推論說 他說這個原子裡面啊 一定有帶個什麼 負電的電子 然後電子是那個均勻分布的 均勻分布在原子裡面的 然後呢原子本身是帶負電的 像這個圖一樣 那事實上我跟妳講一下 他母親講的東西呢也是有錯的 因為事實上電子並不是在原子的裡面 對 它是在外面的那個電子軌道 對不對 但是他自然提出了一個理論就是說 原子裡面呢 還有其他的物質 更小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那個東西呢就是什麼東西 就稱為 就是電子 好的 所以接下來接下來 他母親是發現電子的人 他發現電子帶負電 這樣子 可以的 好 然後一直到後面這個人 拉塞浦呢就提出了什麼東西 一個原子模型 原子模型 然後呢他找到什麼東西呢 他找到了那個電子 跟原子核 那這個拉塞浦的原子模型是比較 完整的 比較完整的 他發現什麼東西 他說原子裡面呢大部分的空間都是什麼東西 都是中空的 都是真空的 沒有任何東西的 然後呢這個 裡面會不會東西呢就是原子核 然後原子核呢是在原子的那個裡面 體積非常的小 那麼原子核帶什麼電 帶的是正電 然後呢電子的話呢 會刷到那個原子核的吸引 會繞著那個原子核 所以他發現 這個 這想要寫錯了 應該是發現了 子子才對 Sorry 應該是發現了子子 因爲電子已經被那個誰發現了 對 電子已經被炭浦森給發現了 然後呢帶正電的這個子子呢 在原子核裡面 好 那這個圖呢 應該有大概解釋一下 看這裡這個圖 這個圖就比較接近那個拉塞浦的那個模型 就是 裡面這個東西在原子核 然後外面這個呢 是什麼東西 電子核 所以他已經把那個 講得更加的清楚了 就是 這個外面的電子核 是繞著外面的東西滾到 然後裡面這個原子核 裡面這個原子核裡面大概是正電 結果他發現裡面的那個原子核裡面呢 那個正電的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有子子 可事實上呢 原子核裡面就有子子嗎 還有中子 對 還有中子 其實裡面還有東西 這樣子 回來 OK 好 所以呢 後來這個人 查瑞克這個人 就發現了中子 這查瑞克這個人 所以考試你要記下來 等一下我們如果提供做練習的時候要記住 誰發現什麼東西 這考試會考 查瑞克發現中子 好 那他發現中子呢 是在原子核裡面的 那本身是不帶電的 所以 我們把這三 這幾個人東西把它合併在一起 總共幾個人 你要記得 四個人 哪四個 大我吞 對不對 還有呢 貪姆森 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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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配合這個 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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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瑞克 查瑞克 然後你去把它的順序把它記一下 你把它的順序也可以看起來 你把它看一下這個地方 他其實是有那個順序的 其實是有順序的 記一下 誰最早 誰最早提出的話東西的 大我吞對不對 大我吞講完以後換誰 換貪姆森 1897年 然後貪姆森講完以後換誰 拉瑟 拉瑟 講完以後查瑞克 欸 考試考順序 所以考試的Y問你 請問你 子子中子電子 誰最後被找到的 中子 會啦 這樣聽得懂嗎 然後呢 記住誰發現什麼東西 電子誰發現的 電子 對 電子是貪姆森 那子子呢 拉瑟 其實拉瑟不只發現 發現子子 他還發現這個原子的模型 對不對 只是原子模型裡面 他還發現的那個子子 啊中子是誰 查瑞克 啊把書記記下來 這樣會啦 OK 然後這個圖裡面有沒有 不講大我吞的講法 大我吞一開始是講說原子的就在單位了 後來貪姆森告訴你說不是哦 不是 是 這個原子裡面還有那個一些 有帶附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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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電子 然後一到拉塞浦呢 發現說不是這樣子的 其實是 裡面是一個原子盒 然後外面呢 是一堆電子 在那邊繞來繞去的這樣子 這樣子 回來 OK 好 這你看一下